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現在開始在想看請大家就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在想看 請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說一下萬里長聲 這中國的萬里長聲很出名 我們沒有說一下萬里長聲 對不起 這是我們臺灣民政府會記 美國國記 美國軍事政府 日本國記 我們臺灣民政府記 我們阿爸出去都說 我們是用心為臺灣 我們不可以說用心愛臺灣 這個愛 馬英九也說他很愛臺灣 連鄧小平也說他很愛臺灣 甚至文家寶也說他愛臺灣 所以說這個愛是感情 你沒有用臺灣 沒有用心為臺灣 萬里長聲 我們就是要他 痛 我們用什麼他痛 萬里長聲其實不用我們他痛 他自己就會灰掉 因為說這個萬里長聲 跟我們一般的建條不一樣 我們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物質 有一天都會別忘 所以那個不用我們去痛 這個萬里長聲 我們就是用行動 不用用真正的行動去痛 我從我介紹一下 我是法理行為 第十八季的 高級班第一次 我現在在新潔州 我是副州長 名叫做王選家 我們知道說 這個萬里長聲 就是在這個 中國的國家裡面 中國 他們就是 他們翻起來就是 從哪兒開始猜 從哪兒開始猜 這個中國 在很早以前 人們都叫中國 因為中國是 很愛 做虛仔就是在 中國 中國人從很早以前 就開始做虛仔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叫他們 中國 中國叫他 叫他 中國 中國人 都叫他們 中國人 中國人來到我們台灣後 經常都把我們灌輸一些 無應改俗上 譬如說最簡單的 這條長聲窯 我們一定會好唱 這會把我們教的 我也唱得多好聽 怎麼唱在哪兒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梁肥大多鄉 偏地黃金少在陽 我們唱歌這麼好聽 你們別想過 別想過說 這樣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長城的外面是故鄉 你們有覺得奇怪嗎 你的圍牆外面 外面才是你的故鄉 那你不是這個家裡的人 是不是這樣 外面才是你的故鄉 可見你是什麼人 其實你不是漢人 漢人是在長城裡面 這點要記得 他們說得很明顯 有時候我們都忽略 你知道嗎 我們都沒感覺了 這條歌跟我們說得很明顯 這條歌 外面才是你的故鄉 而且啊 他們遍地黃金 遍地黃金就是 在吃牛吃牛的人 那裡不才有 對不對 我們台灣沒有 我們台灣便宋都做很好吃 不會遍地黃金 這個長城 要怎麼自毀 這本書 是柏洋 所寫的書 這本書 在自毀長城 柏洋 他寫的那個 資質通建 一個 講一個話 或是一個故事 或是一個歷史 如果是要讓人打破 即使 由他自己的歷史 就能打破 我們目標 想要牽 像長城 不用我們牽牽 自己就會毀壞 了 什麼原因 因為他自己裡面 就有酒堂了 就像說這個 謊言 就是他長城的酒堂 一樣 每一塊每一塊都會去錄 我們 知道說 1933年的時候 門特維多 門特維多 是一個山市 在南米州 有通過這個公約 這個公約 這是門特維多公約 門特維多公約 其實也很簡單 他好像規定一個國家 需要什麼條件 做一個國家 只有四個條件就好了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靈靠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靈靠 第三條件說要有政府 第四條件就是要有外交款 其實 我們不能忘記 要做一個家 我們自己成立一個家 人家就好 人家的基本也是四條件 我們要做一個家 要知道你們家有幾口人 你要甚至問你的小朋友 問其他四五歲小朋友 你們家有幾個人啊 有阿公阿阿嬤阿 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總共幾個人他都知道 你如果說做一個家 你們家幾個家人都不懂 這樣你要做一個家 對不對?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家基本上我知道 我們爸爸媽媽 我們太太我 還有兩個兒子 六個家人 很簡單 你不能說你們家幾個人都不知道 這樣你們這個家就沒問題了 是不是? 這個道理很簡單 還有 娘頭 你要做一個家 你一定要有大的地方 不管你是流浪的 你住在教育的 住在公園的 也是有一個地方 還是說你的家 同住的同買的 都是一個地方 你做要知道 你住在哪裡 你們家穿威娥到哪裡 你們家跟隔壁 不能說 隔壁那間房子也外賣 那個 寬中拿起來 什麼人 所以這個 硬土 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們家 你們家 跟隔壁的房子 分不清的時候 你們兩個家一定 一直到處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這個領土 做一個家庭 如果是必須的 再來 政府 這個政府 就是管理家庭的 我們一個家 也是要有人管理家庭 沒有 沒有 你 兩個室長 兩個室長 都要用錢 都要買 吃的 買衣 買 坐車 這所有的開銷 都要有人管理 有人賺錢 這樣才使用這個 捷徵服 第四 你 不可以說 沒有跟你的家庭 交往 你一間房子 你就算不交往 你也要買你的家庭 你要知道 說家庭大 是什麼人 製造 萬人說 萬人製造 沒有辦法管理完 要知道說 你的家庭 所以 這就是一個家庭 跟國家 國家家是一樣的 所以 不可以說 國家 就大到大 國家也可以很小 家庭也可以很大 所以 國家家 是分不開的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要知道 國 基本上 這四的條件 跟家 的條件 是一樣的 國 就是這個國 跟家 基本上 都說到底 他們 我們知道 這個 隔壁 這個國家 這個 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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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家 基本上 他們說 他們有13億人 不過你要知道 他們 是一泰化的國家 對不對 一泰化的國家 是不穿不穿 的 他阿伯大陣 是沒有阿伯 沒有阿姨 沒有阿爺 甚至沒有兄弟 沒有姊妹 所以他們阿伯 是不穿不穿 的 他們只有一個人 死出來 只有一個 結果 他們很多人 就不敢補貨 頭身的 因為他們只剩一個 要發錢 所以中國很多 河口是 黑的 阿 我們一般的領土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家 跟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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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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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ribly 家裡 不 這個蓋山都說 暫定借 這個蘇五 因為他們的 對中國的蓋山太長了 還都平天順地了 所以他們永遠搞不清楚誰的土地 還有蒙古也一樣 他跟蒙古 中國跟蒙古都說 來蒙古跟外蒙古 外蒙古人已經獨立了 來蒙古 他說他們的土地 第三個 政府 哪有一個政府說 規定自己的人民 不可以搬哪一生大 我要搬哪北京大不可以 要搬哪南京大不可以 政府沒有這種功能 那個是軍事的 因為他往前把你押著 叫你不可以順 規定你不可以黑白刷來刷去 我們自己的家 我們家就好 你絕對不會說 禁止你的兒子 怕你睡那間房間 明天睡那間房間不可以 是不是 你都每天說 那多房間 久以前你搬啊 你搬村的我才會睡 你搬哪一間 你的女兒要搬哪一間 你自己選擇 是不是 總是不可以說 我這個房間那間你不能睡喔 那間我要做成功 沒有 那兒子只要睡那間 你也是要睡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絕對沒有那個 一個好的政府說 不准他的人民 為北京搬來南京 為南京搬去中庆 沒有那種政府 那種就是這個不正常的政府 我們說想看看 這個外交款 你說 你的命頭 跟英文都分不清 新疆啊 你跟印度的命頭也說搞不清楚 新疆啊 你也說你的命頭 為什麼要給這個新疆 新的疆界給這個新疆 這是中國人說的 人家說給這個 東土耳其斯坦 給這個新疆 新疆 你跟住的土地說給這個你自己的命頭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一個世宗 世宗 那也是中國人說的 說世宗 人家全世界都說那個土埔 對不對 達賴媽媽 達賴媽媽是怎麼會流亡去 印度的達蘭莎 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 他不要讓他中國管 他流亡去達蘭莎的時候 他的名字是什麼 土埔流亡政府在達蘭莎 這是他的證明 你知道我們中華台北是證明什麼嗎 我們 流亡在台北 對 在台北才對 不要流亡在台灣 因為 國際法裡面規定 流亡政府 只可以流亡在城市 就像那時候 法國 也是流亡過 法國 流亡政府 在倫敦 甚至說 韓國也流亡過 韓國 他的流亡政府 Korea Israel in Shanghai 就是他流亡在上海 流亡在上海的時候 他要怎麼合法 像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他要怎麼合法 很簡單 回去自己的國土就合法 像中華台北 如果要合法也是很簡單 回去自己的國土就合法 這是常識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好像說難民就好 什麼叫做難民 一個國的國民 離開自己的國家 回不去 不管什麼原因回不去 就是叫做難民 難民要成為 合法的公民 就是回自己的土地 這樣就沒有 就不稱為難民了 這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他不把我們搞 他說這是法律問題 其實這是常識而已 什麼叫做難民 那他不把他不調 然後他沒有去 他他要去看 所以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個不進行 做難民也讓我們弑 但是他看我們到外面 這樣倫敦就把他們搬起來 所以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而且啊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不能說 占領後就變你的人 像伊拉克 去美國跟占領後 絕對不會變成 美國伊拉克一族 不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就沒有一個國家被滅亡過 國家 被滅亡 表示你已經被消滅了 才會滅亡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國家就一直一直在增加 從來沒有滅亡過 這是國際法裡面的規定 因為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科威特 也去讓伊拉克跟他佔領 佔領起來以後 科威特跟他變成伊拉克的 也是賣 加薩做人 叫伊拉克跟他佔領那久 也不會變伊拉克的 所以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這是國際法 萬國共法規定的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中國這個國家 現在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因為四個條件 沒有一項 有大聲的 中國這個國家 他們在那2,13年 佔領18年 公佈 公佈說2,12年 12月31日 那天 最後一天 那天 他們的總人所 總人口 有13億5,4404萬 這是他們的統計 不報給客人的 他不知道 不報給客人的 根據世界的 價值 世界的統計 大概他們 超有16億人 超有2億元 不報給客人 所以 中國人 他們是無信論的 他們無信名 你不明白 就是說 我們為他們那邊 贏媽祖過來 他們是無聲認的國家 所以 他們阿伯也無信無聲 你不聽跟中國人說感情 中國人沒有感情 這個 中國人的長聲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其實 你們想想看看 有哪一家國家 在他的沈山裡面 在他的山裡面 建連沒有看那半張大張窮 我們這個储兵 這個柴子 他蓋這個 當時 給這個三窮 簡單的說就是 給這個窮 他有超過2千年的歷史 當時說超過6千公里 號稱 萬里當時 我們要怎麼知道 普通我們都 不然他跟1萬里都要碰到說1萬里 普通如果說9千幾公里就說萬里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幾公里 這中國的新聞說的 國家文物局 首次公佈長程 精確的長度 是2萬1千196公里 這是他們的國家統治局 公佈的長度 這算是 考察 有長期的 雖然有倒下 有看不到的 他都算算到底 他都算是2萬幾公里 這個好像沒電了 你看 上天這個 沒電了 我們知道說 萬里當時有兩萬多公里 這怎麼被熱水精神下去 你看當時的旁邊 連到一張大張手就沒有 全中國現在幾乎找不到 什麼大手 錢說八十個的長度 也是差不多兩萬幾公里 這我們都知道 萬里長城的歌 這條就在說八十了 四萬萬同胞新一樣 新的長城萬里長 我們要知道說 萬里長城 要蓋這個萬里 真的是不簡單 不過 什麼是長城 長城就是圍牆 圍牆都在講 叫全世界所有的領袖 去他們國家都在參觀圍牆 你想想 如果我們家有請客來我們家坐 你會叫他 先參觀我的圍牆 我的圍牆到哪裡 我的圍牆蓋得多漂亮 你會這樣 這一節呢 這一節是我們公棄的 這一節是我們父母棄的 那一節是我們祖公棄的 這樣會這樣介紹 這就是一個國家有文化跟沒有文化的關係 去我們 來我們家做客 你叫他參觀圍牆要做什麼 對不對 來看我們家 有什麼文化不知道 你叫他看我們家的圍牆要做什麼 這歐巴馬 看到他們的圍牆 實在是很想要唱 怎麼有人說 大家很客人來在參觀你們家的圍牆 對不對 圍牆又蓋得這麼高 山上要爬起來很難爬 想要唱又難洗唱 這是我們父母棄的圍牆 不過這家的 這我幫路上頭拿下來 也很漂亮 我敢說 叫我的朋友來我們家參觀的時候 來看看我的圍牆蓋多漂亮 是不是這樣 這就是圍牆的公寧 這是隔壁 隔壁就是我圍牆為戒嘛 對不對 我的圍牆敢不去蓋隔壁的土地 不可能 要知道 這個圍牆就是代表我 我修練的土地 萬里長什麼呢 這布希 你看到在參觀圍牆是 笑笑笑笑 真正好笑 說有人叫客人來參觀圍牆 圍牆看去多漂亮 對不對 要參觀圍牆的故宮才對 故宮你有什麼文化 你有什麼特色的地方 你的圍牆蓋比較漂亮有什麼 圍牆蓋比較漂亮 圍牆蓋比較漂亮 所以所有的圍牆都掃完了 都在去圍牆 在美國 他們的圍牆 圍牆不要在掃 他們要掃這些圍牆 就要再另外一圍 這圍要掃好漂亮 那時候日本在台灣也是這樣 他掃一張還要再掃五張 牆蓋 沒有掃到中國 你現在去到中國 沒有看那一張大橋 這柏林圍牆 東西德 柏林圍牆 他也去得很漂亮 這是西德這邊 西德這邊 他們都掃得比較活潑 當地那邊 沒有掃到半邊 這個我們老爸去的 這個圍牆 有漂亮喔 這柏林頓 也是愛笑 一直通在全世界的國家 我的圍牆到這裡 我的地界到這裡 結果呢 結果 圍牆外面 他說他自己的土地 中國人是不是這樣說 長城外面 還是我的故鄉 長城外面 還是內蒙古 你想想 林大尉 像我一樣去去 戒拼去 只有一天 都在通知 人家說 我的地界在這裡 快點外面 都說你的地 這明明是在說白菜 所以人家全世界的國家 全世界的領袖 大家都很愛笑 還是白菜笑 中國人自己都不覺得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我這台想不到 我們怎麼想不到 以前怎麼想不到 這是白菜的 像我 柏林圍牆有沒有 這個西德這邊 他們很有創意 都會 圍山 圍水 做很漂亮的 把它化妝 化妝又說 這實在是很壞的一個圍牆 條工要把整個看起來比較漂亮 圍牆怎麼有漂亮 圍牆 說一句實在 就是在全人的地方 加到不才有圍牆 加到的圍牆 現在讓你走的出去 越高的 像我 全越多人 是不是 中國 去那些高的長城 是不是在統治全世界 我們是最大的 來加到 關於十幾億人 有多嗎 當初 華國的總統 辦問說 鄧小平 說 你們中國 為什麼 不需要讓你們人 這樣 牽涉到國外 我們這些自由的國家 都也可以學不會涉 我要涉到美國大 還是要涉到日本大 要涉到國大 這都很自由 只要你能夠合法 為什麼你中國 不可以這樣做 鄧小平 說一句話 再來 華國總統全不敢再說 鄧小平怎麼去引 他說 你要在多少 六千萬有夠嗎 中處他 華國總統就不敢再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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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有一個原因 這個 尼克 孫總統 那時候去中國 也是去參觀萬里長城 實在是 不好笑 不過他也是笑到 不好笑也笑到 這柏林尾牆 跳了後的情形 這五米多高 要跳也跳不過 那時候當地 可以說 大家不知道萬里長城 是在巡返人的時候 都說 柏林圍牆是在關於 東德人 東德人 的 角角的圍牆 晉ual 其實太大 高 是在中國 的 這是我們阿爸去的 交往 我想 我們下次親 興讓我們該 해왼 今天的 學習 到這裡 我們家的土地到這裡 雷根跟他們太太 年事 要唱也是 不好意思唱 加上去那關 柏林威強帝那時候跳下去的時候 東德的人 西德 西德這邊 因為像多彩多姿 東德那邊都一片白白 英國盧翁 看到這麼宏偉的像 笑不出來了 這麼大的歌到有什麼人笑 還繼續在統治 我們家的地界是到這裡 這個柏林威強 當初要跳的時候 那時候柏林威強一個跳下去之後 大家一夜之間而已 柏林威強要跳只一夜之間而已 這種有什麼放出來了 這幻兒小 這幻兒小 幻兒小兄 一夜之間去月圈 也笑得很好笑 怎麼有人說 請客召過他們去圍寸 經理高到大圍寸 有得很好地參觀呢 這個柏林圍牆那時候要牽牆的時候 他把它做成骨牌 這埔丁 甘蔚太太 實在很想唱的 唱不出來 實在很好唱 這個柏林圍牆在牆的時候 還有當地的人在看牆牆 那時候要逃出東德 要無死命的危險 跳去你唱完之後 就要去給他的旗牆掃 所以說 德國這邊 世德這邊很歡迎 那時候世德跟當地 分開的時候 世德人很歡迎當地的人 躲去世德 不過 通過了他們協會 因為當地的人是共産國家 他們的習慣就是 有飯大家吃 所以當地的人 過到世德 他們認為政府就是要去養 世德人不是 世德人 大家都很打拼做事 所以喔 兩邊的人 當地的人都不合 到現在世德的人還在協會 怎麼說 當地的人 沒想要做 他不用做是日常吃的 世德的人認為說 這都要自己打拼吃 所以兩個的觀念都不一樣 西德人到現在還很後悔 柏林圍牆把它推倒 還要繼續來參加我們家的偽情 這個 貪母克勒斯 這個 很出名的英文 這個 在那裡打拼 也在萬里當時那裡打拼 這個好像 這世德 這邊的創作 柏林圍牆那時候 他都把它圍得很漂亮 這曼德拉去參觀 當時 那時候 也是笑笑 你要知道 曼德拉 在那個價格 斷二十七年 新聞都說 他是全世界 多政治 跟多最久的人 不過 現在已經過世了 這個 玩世界的偉人 南非的總統 他看到這個長城 也是感覺說 怎麼有人說 蓋這麼大的 圍牆 在圍牆自己的人民 當然 他們中國人說法 這不是在全中國人 這是在抵禦 那些匈奴 蒙古 金人 奇人 都在抵禦這些民族 其實是在關於自己的 人 媒體 媒體 普遍的稱之為 世界上 監禁最久的 政治犯 這曼德拉 一世人 四分之一的時間 都在那個價格裡面 這是我爸爸去的情緒 這個是 加拿大的總理 也去參觀 加拿大 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 那時候 中國 要跟加拿大建交的時候 要求 加拿大說要 升任 台灣是 中國的 加拿大 他的外交部 回答中國 五個 五個條件 說 台灣不可能是 你 中國的 這五個條件 我們在網路上 只要查一下 加拿大 回答中國的五項問題 就可以查得到 Google一下就知道 第一個問題 說 如果 台灣是你中國的 你根本就不用叫我給你勝任 就像海南島是你中國的 不用我給你勝任 就是你的 第二個條件 說 如果 因為 我跟你簽約 說 台灣是你中國的 這樣 所以 變我的負責 跟台灣打下去 交給你中國 因為 客業要遵守 我跟你打客業之後 說 台灣是你的 結果我需要負責 跟台灣打下去 交給你 第三個問題 說 如果 台灣是你的 你出入台灣 不用另外辦政策 不用說還要辦台報政府 不用辦佛教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說 這塊的條件 他們 在加拿大 回答中國 的問題 將處 中國 不敢我這樣說 這個柏林圍牆 當地這邊 多彩多姿 多彩多姿 當地這邊 白色順 用這裡看 鳳之宜的人民 跳過像 還有 順 順 這個 警察 還是部隊 順著 鳳之宜的人民 跳過像 還寫到 這是天空去參觀 東間 東寬的時候 是很想錫的 這卡司廚 參觀東寬的時候 他是不可以 唱的 不能笑 因為要笑了 因為 因為卡司徒他也是古巴總統 他也是關於自己的人民 古巴的人也是同樣關於家裡 不可以移民 不可以出國 那時候很多人他的人民 最準每個美國去投奔自由 他也是共産國家 古巴就是因為西班牙建設美國 古巴本來是掛給美國 我們知道那時候西班牙和美國戰爭的時候 有四個地方掛給美國 就是古巴、葡萄利哥、菲律賓和關島 四個地方掛給美國之後 中处這四個地方都用美金 因為紀念還是美國戰爭 美國的地方他就是用美金 葡萄利哥他到現在也要用美金 古巴他們那時候卡司徒就跟美國說 我們很勇敢我們自己要獨立 美國也可以 統一獨立 不過有條件 就是關他那無緣 要做我們九十九年 還有九十九年 菲律賓也是一樣 阿金說我們菲律賓也要獨立 美國也幫助他獨立 所以菲律賓的國慶日 也是七月的催事跟美國的國慶日一樣 這個菲律賓 獨立的孫 美國也是一個條件 你要將那個蘇比克灣 租給我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而且還有克拉克空軍基地 在那個琉球也是一樣 琉球 他要交換日本之前 也是從普天間基地 做我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還可以續 甚至說現在台灣 我們台灣來購金購路一百號 那最新的AIT的辦公室 那個美國用六十二億的代票 去那個來購新的辦公室 去那個辦公室的時候 他那個地方是跟阿扁做的 跟阿扁的 服務無殺基金會做的 他的祖金一百付清 做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所以國民黨一直說 阿扁有這筆基金 有頭黑一筆錢 放在日本 放在美國 幾百億 就是因為有這筆基金 美國會做的土地 美國是怎麼 有辦法做的土地 就是因為台灣 就是美國的占領區 現在已經蓋好了 我們知道說這個AIT 跟泰豬建設簽個客戶 泰豬建設跟AIT簽客戶的時候 不是AIT跟泰豬建設一間 是AIT 發包的Western公司 Western公司這間公司 才會發包泰豬建設 這間 Western公司跟泰豬建設 有打一個客戶 他打的客戶也是很簡單 他說 他說 我們跟泰豬建設的客戶 就是你要 請你們工人來給我們 蓋AIT 蓋AIT的時候 你若是請美國人來給我們 我們就付美國人的薪水 你若是請中國人來給我們 我們就付中國人的薪水 你若是請台灣人給我們 我們就是付台灣人的薪水 客戶打得很清楚 所以 在買完工的時候 很多 我們台灣工就去抗議了 我們新聞經常看 AIT 阿爸 AIT 要出來改館 這個新聞經常看 這還有什麼原因 因為泰豬建設 跟Western公司簽約的時候 Western公司 他講得很明白 你請台灣人來給我蓋 我就付台灣人的薪水 你請中國人給我蓋 我就付你中國人的薪水 中國人跟台灣人差四倍的薪水 所以 太子建設請的工人 他還分包三個包廂 這三個包廂 最請的人 他們很需要整棘的 他們都叫我們台灣人去蓋的AIT 是差點說 出的問題出的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AIT他們的收入 都在口裡在說 所有要去蓋的人 都欺負 將你的政經流來 所有的人 都定期 結果蓋完之後 他要簽錢 Western公司 就付於中國人的價格 那三個包廂 一直搞不清楚 他說 我就明明都請台灣人 幫你蓋AIT 你是怎麼付我中國人的價格 Winston就拿政經給你看 他說來 我拿政經給你看 每一個人都是拿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人 所以他付中國人的薪水 他三間包廂很不一樣 我明明都請中國人的台灣人 來蓋 所以 他們就 去 蓋那個太豬建設 太豬建設 他不一樣 他說 我跟你明明就簽台灣人 就是付我台灣人的價格 所以太豬建設 去國際法庭 去提出國際仲裁 結果仲裁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 你是請中國人自己去的 所以 他付中國人的價格 結果 太豬建設要負五億六千萬 所以 謝林環經理 平衡 說 我們 他負責 三間 小包商 小包商 就放他 所以 現在 AIT 不知道再繼續蓋起來 這樣有清楚嗎 他那時候 如果要負責我們的身份證 去一去 就沒有問題 很清楚的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就是 中國人的身份證 所以 這沒什麼好處理解 這卡司廚 他也知道 他自己也是一個價格 所以 他不可以笑 說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比他更大 全世界最大的價格 就是在中國 對不對 這 甚至 他以前的三五 三五 三五 還沒自由的時候 還沒做民主國家的時候 那時候 三五 大家也說 他怎麼全世界最大的價格 不過 人三五 他不去 尾巢 人三五 還有 很好的福利 我們知道 習近平 沒多久之前 去鳳梅 那個三五 的普丁 這個 教士 他就會看到 欸 怎麼是三五 這個國家 也是共產國家 我也是共產國家 是怎麼你們好理得才好 一直想不 他說 五個想不到 第一個想不到 在蘇俄住房子不要錢 18平安米以上 以下不用錢 這是所有人的福利 習近平 感覺很稀奇 所以 他永遠都做不到 因為中國人太多 所以 我盡量在起床 第二個想不到 蘇俄人說 用水不用錢 不只不用錢 還是熱水 里序休息供應 所以 既然用水不用錢 連水表都不用裝 這是習近平的 第二個想不到 第三個想不到 蘇俄人 看病不用錢 甚至 你去送貨出頭 你去送貨出頭 你如果在蘇俄 路道 還是打杯 叫護車 就往醫院拉 醫院拉去以後 他也不會問你有沒有錢 你是不是輸二人 不會 他醫生就幫你醫治 開刀開刀 該看病看病 要吃藥 吃藥要錢 第三 第四個想不到 說 蘇俄的小朋友 託切 說不用錢 甚至說 蛤俄要再倒貼 人家問說 是怎麼蛤俄要再倒貼 他們的人怎麼說 他說 我們這樣平天 沒我們的 學生 去蛤俄 沒 吃 沒吃 你們的東西 沒說要吃什麼 蘇俄 不是我們 報道 親親 才才說 來 四櫃都有東西吃 蘇俄的所在是 是平天率地 那要吃一個東西是很困難的 所以說 他感覺很失誤 習近平說 我們永遠做不到 第五個想不到說 在蘇俄 你不可以亂白天開刀 你要開刀 要經過國家的動議 不是說 中華民國 這個流氓政府說什麼 說有放無薪假的 我們想看 我們去吃頭 他如果給你放半年的無薪假 放一年的無薪假 你要吃什麼 怎麼有那種道理 說有那個無薪假 這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那個西哈倫科的親王 他也去參觀 這個當時 柬埔寨以前也是共産 參觀的時候說 黑黑的笑 這個圍牆很漂亮 這個 加拿大的總理 去到這個無邦國 在接近的時候 這百度就是萬里當時的度 那時候在公開的場合 他不能笑 不可以笑 不然這麼大的價格 實在 很不容易不笑 這個印度的總理 前總理 拉吉富甘地 帶他不要去參觀萬里當時 他也很愛笑 因為印度 也是人口很多 印度現在也是十二三億的人口 印度不用去為參加大約 印度人 在坐火車的時候 你如果上網查一下印度的火車 或你會怕死 整台載到頂一頂 印度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 這個甘地 這個就是甘地的兒子 甘地 人家說這個聖雄 甘地有一個很出名的位 他說我們不用抵抗 我們只要消極的抵抗就好 所以甘地有一個位 他在抵抗的時候 會分有四個階段 我們要成功之前會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大家都根本就沒有看見你 完全忽略你 跟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一樣 我們台灣民政府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也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到台灣民政府 完全忽略你 第二個階段 大家會笑你 哇 你們台灣民政府 在詐騙集團 在專門在騙人 不可能 中華民國的部隊那樣大 哪有可能 那時候甘地就像這樣 他說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攻擊了 因為你要成功了 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攻擊你了 開始攻擊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已經快成功了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一樣 所有中華民國的部隊 都跟我們說 我們詐騙集團 網路上也都說 我們是詐騙集團 沒關係 我們已經要成功了 這是網路國的總理 阿馬爾雜爾格勒 這個人 就是網路國的總理 網路我們知道 人家已經驚獨立了 他站在床上 看他自己的國土 他的生活是怎樣 原來當時靠下這裡 還有我的土地喔 是不是這樣 他頭頭在笑 站在當時上 看他自己的國家去了 原來穿那些我這裡 還有我的土地 我都不知道 連鋼才來處理 對不對 穿那些我一定別人會土地嘛 中國人又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引以為傲 我幾千元起多漂亮 我的當時起多高的 起幾千年了 幾千年了是不是 你們惡祖 你們祖公 穿威傲就起到這裡 所以你的土地就是到這裡 很簡單的道理 中國人都想不通 沒有說 林鄉一定會把這個土地 穿威傲我都我的 你們不要在那裡囉嗦 你們幾千年來 穿威傲來 你們自己的 所以說 頭頭要在穿 這是比較好的人的家 比較好好的 這是中國的家 他們也是穿威傲 對不對 古人的家 古人穿威傲有比較好的嘛 當然啦 你可以自己 做鐵湯起來啦 這是我們做棋的 為穿威傲 嫁啦 我請問大家 你敢不把穿威傲蓋在白人的土地 穿威傲外面的土地是什麼 對 這麼簡單的就在那裡 這就是 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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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的地方 這裡是戈壁沙漠 這裡是韓國的地方 他們都從這裡就蓋了 這裡是韓海 這邊什麼土地 這裡是蒙古 這裡他們來蒙古 這裡是萬洲 你敢想 我們家的穿威傲蓋在這裡 一直跟全世界的國家說 這塊是我們的土地 怎麼有人要選 也會跟全世界說 這塊是他們的土地 叫一塊海土地 我如果沒中說他們的土地 這就是中國人 白柴威傲說兩萬幾年 偷偷的笑 阿爸在這裡把你拖回來 所以說 當時他自己的幫去 不用我們牽牽 自己的幫 他的一段一段幫 他不會做一次幫他 一段一段幫 風景很漂亮 風景很漂亮 大手不膨脹 因為中國人太多的關係 我們想的就好 他一天只要吃飯要用幾雙雞 一天三餐 三餐 十億人來吃就好 一天豬 如果用免洗塊 要用多少豬 一天法國總統問中國人說 你們什麼時候 吃飯要用刀叉 中國人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用刀叉 我們用刀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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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好 你們一天要用幾雙雞 要賊幾種刀 刀叉 賣幾種刀叉 來做豬 所以中國沒有刀叉 都賣完了 都在做豬 你想 沒有刀叉 水就沒有 nunca 咱們用刀叉 就沒有刀變 對 不快 那不是 謝謝 不清楚是怎麼用刀叉 怕你自己聽下去的長城 這是菜哪 菜哪 我們再唱一次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萬里長 長城外面 是故鄉 高粱 肥大 肚香 偏地黃金燒 在羊 這外面是故鄉 不能忘記的 不過我們台灣人 不是那個人 我們台灣人的故鄉不是在長城外 這是中國人 漢林 他們說漢林 其實現在漢林也已經不足 已經沒有漢林了 我們 大家稍微想一下 清朝 他們是說清朝 其實是清國 清國 關中國 關漢林 268年 你如果沒有變成奇人 都要抬頭 怎樣 什麼叫做奇人 這奇人 要留長辮子 十個人 要拔腳 綁小腳 這我媽媽還綁 我媽媽 我小時候 還看他小腳 常常都抬 那條國腳步 常常在抬 抬半小時 抬到小了 那是不走路的 我媽媽一生 都抬拐了 我媽媽這樣也很獨 因為中國人的 奇人的思想 他們要怎樣 什麼原因 因為他打你不對 他在走路 就走不好 要抬拐了 他要打你不對 所以他也很獨 我媽媽那時候也很獨 很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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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要拔腳 我們阿公 那時候又留長辮子 那時候 台灣 是漫畫 不是漢畫 是變成萬少人 不是變成漢人 漢人是術法 不是磅辮子 是術法 對不對 術法而冠 漢人說 成人要術法而冠 奇人是磅辮子 那時候奇人 關中國關漢人的時候 你不變成奇人 就太頭了 替法而服 替法而服 所以穿衣 也要穿 奇人的衣 我們現在很多客家裝 說他們的衣是客服 其實 那都是穿著的衣 跟我們說 那個中華民國給我們教的 說那是客家的服裝 其實不是 客家的服裝 就是清朝的服裝 就是奇人的服裝 就是奇人的服裝 四萬萬同胞心一樣 做這條歌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 人口說有四萬萬 四萬萬就是四億 中國人實在是人太座 座到 座到那個 毛澤東 他們有 一百度說 毛澤東的煉獄 整個準座到某某的人 毛澤東做準庁 不知道要去哪裡 人太多了 根本那時候 反正就要點他了 這就是 既然人 他也在參觀當時 也在參觀他們的衣服 去到哪裡 摸著摸著都是人 不過這裡沒有四萬人 參觀他們的家閣 像他那樣 下廣 下廣 告訴我們 要怎麼爬去的 要怎麼逃走的 這就是萬里當時的起頭 起頭是韓國 開始起頭了 三海關 三海關 好像天下第一關 這跟我們阿公去的 為什麼意思也一樣 對不對 是只有我們阿公去的 比較沒那麼漂亮 這家的啦 不是我們阿公去的 這網路上頭下來 這跟這一樣 也是舊 這說幾千年 剛才那個 舊衣服也幾千年 基本上就是衣服 全世界的領袖 來到中國 就去參觀衣服 真的沒有什麼好店 對啦 他們舊工的問題 都讓我們帶來台灣 可能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地方參觀 不過我聽說 我們舊工那些的問題 都已經帶去美國了 這其他人 長城外面的景色 蒙古包 遍地黃金 摸摸都是人 這就是他們每一次放長假 因為中國人 他放假 這十一長假 或是什麼長假 因為他們一座都太遠 他來到上海上班 還是來到深圳上班 要回去 那裡 要坐很久的時間的火車 所以都經工那個時間放到 結果大家都到天 錢到天 就像我們 如果春節 要出去七頭一樣 整個索工路頂頭都車 意思是一樣 長城外面是故鄉 那你是什麼人 是這個人 還是這個人 是這個人 還是這個人 是土爵 是土爵 玄培 匈奴 金人 奇人 這說四川的變年 剛才那個臉譜 你都可以變 久了你做了 看你教他 隨時都可以變 中國人也跟你教你 你 你現在是漢林 其實漢林是已經不走 這是李安爬的片 在那兩千空三年爬的片 綠巨人 浩克 浩克 銀修帝 有在什麼你知道嗎 浩克銀修帝 有在浩呆 浩呆 其實 我們台灣 住很多浩呆 你不可以 就是說 浩呆很多 這也浩呆 怎麼浩呆 你想 寒冬送鸾 新北市 有感政策 五天內 136個 雞同 飽餐 這樣也是一條新聞 你想 五天 一百三十六個雞同 五天 一天才幾個 一天才沒有到三十個 一天才沒有到三十個 一個兒童 三百塊給吃 就花一萬塊 五天就花五萬塊 可以做新聞 做這麼大 你看看 幾天沒有 我新北市政府 看路過山 花五萬塊 可以讓新聞報幾六天 這樣你們有好歹嗎 最極的 最極的 你如果花五天的新聞 你最終要花五百萬 這樣有好歹嗎 我們時間感覺 這樣我們說到好歹就好 明天才過來 拼長城 謝謝 各位同心 下口休閤10分鐘